再讲一下就是说如何设计你的产品图 如果你的产品就是说没有主图 或者没有一个 你也没去找产品图的话 我们该如何去做 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就是说你自己去网上 找设计师 在淘宝不管是在哪里 在什么平台去找设计师 那肯定得花点钱 你找人去设计你这个产品图 相信我们产品家大多数都有自己的产品图 可能需要更改一下某些图片的一个样式或者背景 这个我们怎么搞 就是说在海报设计这里 然后我们找到一个比如说电商主图 找一个模板 先找一个模板 你可以根据你产品的内幕不同 你可以在这上面直接搜索 我前面怎么办 是 有一种 那我可以在这上面 我现在你现在的问题 然后我开始找一个模板 我现在有为投资画有点 我现在是在这上面 肯定不得了 我现在的问题 我现在的问题 然后我现在的问题 你像这种 你像这种图 你如果就是说单独一个产品 你想拍个照片的话 那你首先 你要把它修成白理图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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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量不要把你的商标 做到上边 底下可以 提换一下文字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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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这个不要做 这个价钱不要做 价钱你可以替换一下 还替换一下 原意见 反正你自己刻着把它替换一下就行 这个删掉 到时候把这个图片再上传到从电邀密那上传 然后把它翻一下 或者你直接就翻译成英文粘贴到上边 就行了 这个就等于是把这个 先设计一个 不管是主图还是轮波图 设计一个出来 自己设计一个出来 然后就行了 看这就行了 还是一样 实际好自己再去发布 关于那个抠头 我给大家再讲一下 我们使用图片编辑 然后找到一个产品图 你的产品图没做好 你想重新做一下 或者说你给产品拍个照片 想把它再做一下 这个我们需要怎么做 想给它替换背景 这个照片拍的其他背景很杂 替换背景 这个我们找到抠图这个按键 然后点击开始抠图 这样就行了 然后再点击到背景 你也可以在这上边 找到一个你想要的 一般这上边的背景 都不太适合我们去做商品图 就先给它换成一个白底的 然后再去找商品图 再去给它创建商品图 这就是它抠图的一个 然后保存 然后保存在你能找到的位置 然后再去把刚才那个 怎么做图片去 给自己创作一个产品图就行